家長遇到最多的問題就是 小朋友會抱著手機不放這樣子 所以年紀比較小一點的孩子 我們會建議家長陪著一起閱讀 那我覺得這一本迷宮系列 因為他們很愛這種穿插很多很多的圖 的這種迷宮 跟一般市面上的迷宮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它有很多的任務進階 或者是會有一些隱藏版的圖畫 或者是讓小朋友去找找看 這個迷宮系列它不像一般的漫畫書 可能只有看過一遍 它會依照年紀的不一樣 看到的東西會不一樣 比較小的時候 它可能只是從入口走到出口 可是再大一點點的時候 它就開始去認識這些恐龍的名稱 然後可以從裡面仔細的去找一些 藏在石頭縫啊 藏在草裡面的一些動物這樣子 我覺得各個年紀在看 在玩這個迷宮的時候 是不一樣的 其實我之前在陪我們家兒子 在玩這種迷宮的時候 我很擔心他問我問題啊 然後就很怕說 不知道到底藏在哪裡 有的時候小孩找的還比我快 所以我會偷偷地翻到最後面 去偷看解答 偷偷作弊一下 知道那些任務在哪裡 然後再來陪伴他 所以我覺得閱讀是一種習慣 就是你要讓他靜下來 做一件事情 而且持續可能至少要20分鐘 我們如果有遇到比較不喜歡 閱讀的傷害 可以讓他從遊戲書開始 從這種字很少的圖畫很多的書籍開始 讓他可以靜下心來 不用一直去盯著那個 閃動的螢幕畫面這樣子 我覺得 這樣子比較容易進入閱讀